孙安佐控升级联邦层级犯罪。 留学身份也难减刑。 孙安佐事件,恐怕会升级成联邦层级犯罪。 图翻射ABC News,2018万0404。 狄英的儿子孙安佐,日前在美国宾州扬言到学校开枪,警方介入调查后,又搜出1600多发枪弹和手枪、防弹背心等物品, 让本案立刻从宾州州法的恐怖威胁罪,升级成恐射跨国或跨州恐怖攻击罪的联邦层级犯罪。 由其他囤积的弹药中有AR-15子弹,这是美国重大枪击案中,枪手最常使用的,也对孙安佐事件最不利。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在德州攻读犯罪学,同时也是圣安东尼奥迪尔军警长办公室警队学员长与助力顾问的白燕介, Yen Chirp, 22岁,表示,持有AR-15弹药控将成为裁决的重要因素。 因为AR-15有被诅咒枪支支撑,近年来美国的重大枪击案,枪手都是使用AR-15,由于这款枪支价格便宜,短时间内可快速激发,成为恐攻枪手首选。 因此孙安佐虽然尚未被找到枪支,但囤积AR-15的子弹,加上放话扫射校园,已经让检警无法认为它只是开玩笑而已。 白燕介强调,孙安佐虹击子弹,搜集枪支本来还好,因为美国也有许多民众会收藏枪支,但它却扬言扫射校园,触犯到恐怖威胁罪,即使开玩笑,最终仍可出十年多图形。 尤其美国法院通常采用遵循先例,方式进行案件裁决,法官的判决结果,会被过去持有AR-15弹药的案件所影响,对孙相当不利。 尽管他是留学生,但在之前,美国没有让法官可考虑依据酌轻量刑,因此减刑可能有困难。 不过,在美国德州职业的律师H.C.C.C.也指出,针对这个案件,检警会搜集更多有理人证物证,来证明孙持有这些枪弹企图发动恐攻或大规模杀伤。 反之,孙家律师则会以孙安佐无前科犯罪记录,对美国文化不了解,枪械收藏并未实际造成损害事实来做攻防。 现阶段孙虽有恐吓言论和枪械,但还看不出他有实际暴力行动,或策划恐攻的明确证据,因此目前下定论都还太早。